中美关系紧绷之际 两国代表近日频频会面 希望借此缓和局势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就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谈触及了俄乌战事 朝鲜课题以及台海局势 本届联合国大会在星期二正式开幕 全球有将近140多名领导人 和国家代表聚首美国纽约 尽管中美两国的分歧逐渐深化 但双方代表近期增加了互动频率 期望能改善和缓解紧张关系 趁着联大会议前夕 代表中方出席联大的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在18号就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进行了双边谈话 在两国代表的谈话中 韩正指出 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来说 只会是机遇 也是增益 而不是风险 他说 虽然中美关系 目前正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但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 并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中方同时也希望 华府能努力落实 去年在印尼巴黎 习部会会晤时所达成的共识 进而让中美关系更为稳健 而布林肯则乐见双方 促成这场会面 并表示线下的外交活动 能更有效地打破两国僵局 美国国务院在双方会面后指出 布林肯和韩正在会谈中 也针对欧战士朝鲜课题交换的看法 布林肯也强调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对于这两名代表的会面 外界普遍认为 这有助于为两国领导人 在不久后的会晤奠定基础 但布林肯和韩正在谈话中 都没有明确提到 美国总统拜登 是否真的会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面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全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